孙洪蕾也算是娱乐圈大哥级别的人物了 从小家境贫寒却很能吃苦 才有了现在的一番天地 最近参加了男人帮的综艺节目 孙洪蕾算是最颠覆大家思想的一个人 他曾饰演的角色是一种信仰 他演的黑社会老大简直就是本色出演 把黑社会老大那种凶狠狡诈演得淋漓尽致 看看眼神就知道了 不带一点眼的成分 让很多人都觉得他就是影视剧中的那样 连小猪和张一星在采访中都说 刚开始接触都很怕孙洪蕾 不敢和他讲话 但是节目播出之后才知道 孙洪蕾骗了大家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节目里的孙洪蕾和电影塑造出来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才发现孙洪蕾原来是个逗逼 特别搞笑 还特别能卖忙 你绝对想象不出 他就是曾经那个给人留下心里阴影的黑道大哥 哈哈只能说十年后大不一样 节目中孙洪蕾比想象的还要幼稚 真的是圈粉无数 让更多观众了解了真正的孙洪蕾是什么样子 只能说孙洪蕾有能力将各种各样的角色诠释得很好 演坏人坏到极致 演好人很善良 这就是演员的功力 孙洪蕾的成功不是偶然 他具有优秀演员的必备元素 我真的想要这样子 你不可以跟人之间 点击 最后见